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省设立新冠疫情安全绿区 为进出口活动提供便利 复国开放一个月后 共云界近一千名国际游客 1月18号 越南国家主席阮城福率领工作代表团 历临安江省并在该省展开一系列活动 详细内容请看下面报道 国家主席阮春福出席91号国道连接线 和龙川市狂乘公路项目的东宫仪式 该项目途径近距市和安江省龙川市 包括信件15.3公里的干线 和升级改造80号国道月二公里 投资总额超过2.1万亿约吨 月壳9,011万美元 适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资金和越南政府资投资金 软村福主席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 这是越南最后一个升级环城公路项目 该项目有助于促进货物运速便利化 同时减少交通失谷 此外 软村福主席促席了资尊县的幸福大米加工厂落成典礼 这是亚洲最大的工厂 成品米总产量每天为1000吨 软村福主席在仪式上强调 鼓励加工业创造高负加值 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 是需要做的事 他说 2021年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但农业仍取得核喜成就 增长5.5% 包括大米产品在内的农产品出口额达近490亿美元 然而提高农产品加值仍然是一个关注的问题 因此 投资建设现代大米加工厂是绝对必要的 为越南大米产业创造新的附加值 当天上午 国家主席软村福一行 在农川市的孙德生主席纪念区历史遗迹静香 缅怀孙德生主席 并在纪念部上留言 孙德生主席是越南民主席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 也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 直此 2022年人银村节之际 软村福主席在安江省农川市 还展村节走访慰慰慰活动 看望慰慰若干幼腐家庭 革命老前辈和越南英雄母亲 1月18号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就首都河内 第四环城路监设投资主张 与有关部委和河内市 北宁省和新岸省政府领导代表召开会议 范明正总理在会上强定了环城路监设项目 对首都河南部以东地区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些项目的实施旨在观测落实等政府各个地方 有关2021、2030年基础实施发展和道路规划的决议和目标战略 环城路工程项目将为首都河内 胡志明市及周边省份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缓解交通拥堵现象 充分发挥前往市中心道路的使用效率 提高大量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吸引投资、改善地区人民群众的精神 和污制生活水平 范明正要求各部委、地方政府依法一规 抓紧完成项目先换文件 于2月底提交政府 并于3月上旬提交商级主管部门审议通过 越南第15期会常委会第7次会议 1月18号上午在河内国会大厦举行 国会主席王庭会主持会议 王庭会在会上致开幕辞实表示 在为期两天的本次会议上 国会常委会将对部分重要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上共有7名国会常委会委员发表意见 其中国会主席王庭会和各位副主席 提出了具体的做法和内容 以取得高度共识 确保此次修订法案的质量 对于精赛奖励法修正案草案的解答 吸收整理工作 王庭会建议国会常委会 集中对存在差异的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提交计划于2022年5月举行的 国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后在国会常务副主席陈清敏的引导下 国会常委会就精赛奖励法修正案草案的解答 吸收整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陈清敏强调 为了完善法律草案 并且确保质量 以提交国会审议 国会社会委员会继续主动 与有关机关充分 偷彻地吸收国会常务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继续举行诉谈会 研讨会 广泛证求各界意见和建议 确保法律草案的质量 2021年对农业来说 仍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 因为新冠猛兽破坏了全球供应链 然而农业领域仍创造贸易顺差奇迹 农林水产品出口总额达于486亿美元 远超政府提出的420亿美元的目标 2021年粮食总产量达近4400万吨 既满足全国一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又服务于出口 即使在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农业仍然肯定其支撑作用 第四波疫情于2021年4月下旬爆发 困难持续包围63个省市 社交区离使消费链被迫停止和中断 除了有效利用越南与世界各国 签署的贸易协定之外 农业部门已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 将其视为创造性增长和发展动力的突破性措施 基于长期的发展方向 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正完善2021、2030年 和远景展望至2050年的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草案 围绕生态农业、现代乡村、智慧农民的三大支柱 2022年出口仍将是拉动精细增长的亮点 其中农民水产品发挥巨大作用 老旧省人民委员为17号颁布 新冠疫情安全绿区设立方案 为京城国际口岸的进出口活动做出指导性意见 根据该方案 进出口岸的所有货车只能通过内排老街高速公路通行 到达口岸时 司机等出入人员以扫码或指质填写等方式进行健康申报 此外需持有72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在不具备病毒阴性检测证明或检测证明过期的情况下 需在检疫检查站进行付费快速新冠检测 当出现新冠病例 职能力量将立刻停止出现病例的仓库 进行追踪排查和近距离接触者检测等工作 在实施一切安全防疫措施之后才恢复运行 据悉 新冠疫情安全律区设立方案于2022年1月18号零时起开始生效 截止时间另行通知 据经济专家预测 2022年痛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 但并不太令人担忧 预计仍在可控范围内 专家认为 座号新冠肺炎型防空工作 将为稳定生产 稳定市场和物价提供前提 确保CBI增速控制在国会设定4以下的范围 据经济和金融研究所所长 2022年通胀率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未能稳不复苏 世界市场原材料价格难以上涨 此外 受疫情的影响 多地生产停滞 工人收入减少 使市场购物力变得薄弱 2022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在低位徘徊 主要原因是虽然经济开始复苏 但实际产量仍低于潜力水平 尽管如此 专家也认为 2022年控制通胀并非易事 来自金融学院的丁仲胜副教授本市 越南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开放型经济体 因此若进口原料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将加大进口通货压力 另一方面 多国央行纷纷出手减少购买国债 同时考虑在2022年上调基本利率 这可能会造成企业融资困难和经济复苏放缓等情况 经济专家指出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保持宏观经济稳步运行 控制通货膨胀 将为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日新桃花村早就成为河南市最佳拍摄地之一 此前日新桃花村主要终止桃花 以供应春节花卫市场 随后为了满足年轻人的拍摄打卡需求 日新桃花村的花农就扩大桃花终止规模 并提供摄影服务 前来日新桃花花村时 游客可欣赏桃花 拍摄留念或给自己家里选购一颗桃花 每逢春节来临之际 染湿雪青同闺蜜就前来日新桃花村 观赏桃花和拍照 每年春节之前 我都前来这里拍照并选购一颗桃花 今年天气没有去年好 所以前来参观的游客也没有去年那么多 每逢春节来临之际 我经常来日新桃花村拍照 我觉得今年桃花开得特别好 日新桃花园的桃花名闻全国 碧桃的花瓣大 颜色深红 在提供摄影服务的同时 幻农们仍继续进行桃花招股与销售工作 因此在小生饭还没去收购桃花时 找来花园拍照打卡的客户日益增多 很多人前来我们花园拍照 今年顾客量有所下降 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几年来 日新桃花已成为核内式年轻人 前来拍照的理想目的地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花朵开放 其中秋天和春天是最美的季节 百花盛开 五彩缤纷 花团紧簇 因此日新桃花被评价为核内式最佳天然花园 破受人们的喜爱 每走一步都让人心醉 据建江省旅游厅的统计书显示 自2021年11月20号迎接首批国际游客之间 赴国共借贷来自韩国 泰国 老挝 布斯别克斯坦和哈斯克斯坦等国的近1000名游客 目前该省正继续有效展开旅游宣传推广计划 大力吸引游客重返复国 按原定计划 复国接待国际游客的阶段将持续到2022年3月22号 但根据当前形式 该省将提早展开接待国际游客第二阶段 此前 复国应破具吸引力而被文化抵御旅游部 选为试点接待国际游客的地方 当地同时拥有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 接待单位 旅游景点等 此外 这里人口密度小 也为10万人 和大陆分开 交通较为顺畅等 根据复国试点接待国际游客计划操案 第一阶段 文化地域旅游部 与建江省人民委员会配合 选出若干安全的旅游区和旅游景点 按计划服务国际游客 在下一阶段 在评估上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将考虑试点扩展实时范围 维持三个月的第一阶段 将实行通过包机 接待每月2000到3000名游客 服务范围也有所限制 在维持三个月的第二阶段 国际游客接待规模 将扩大至每月5000到1万人死 以及接待通过商业航班的乘客 同时扩大为游客服务的范围地点 TV2022 一起过年版的画展正在河内举行 该画展展示来自越南不同省市的 不同年龄的九名画家的绘画作品 所展示的作品使用丰富多样的画料 但都以新春佳节为主题 参加本次画展 年轻画家五文集 向观众介绍他三年来 进行绘制的很小一部分 即标和本两个模器画作品 高评美术协会会员卢光赏画家 为观众带来两幅模器画 阳光之花和夜晚之花 刻画了树木花草宁静 独立而健康生长的形象 如果孔杜维画家的作品 通过现代色调和众多民间元素 讲述童年的美好记忆 那么阮文珍画家给观众介绍 他先为人知的画作系列 丝绸画 来到该画站 参观者还可以看到 郑立的年画作品 多年在国外奔波的他 用绘画语言表达对河内的思念 尤其是和晨曦日春节的怀念 画作的选择标准 是能够刻画春节的团圆和细清气氛 举个例子 转进光的画作中出现了俯首干 给人们带来传统春节的感觉 参展的九名画家使用不同的画料 这些作品不仅给画展带来一抹不同的色彩 而且通过新春生机勃勃的画面 传递疫情下的正能量 神引虎年更有虎威风 这次我给大家带来两件作品 通过老虎形象表达一个愿望 就是可以像老虎一样威武的 勇猛的工作和生活 我们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